可不可以不要结束 这个歌正好唱的晚安曲 真的 你们把娜姐从你们的竞争对手 深深地唱成了一个 被你们的歌声所牵引的观众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娜姐在舞台上流眼泪 谢谢 我很感动 首先音乐一响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 就是我有缘能够在东方卫视的 我们的歌跟你同台 我的荣幸 在一起 这些日子的相处 对你音乐和个人的魅力 由衷地有一种敬畏 谢谢 然后听到这首歌 我就觉得你要决定放下麦克风的那一刹 我觉得 不舍是肯定的 就觉得说音乐是可以给千千万万的人去疗伤的 然后让他们有一种幸福感 就觉得您可以不用去放下麦克 继续要去抚慰更多的人 谢谢 我就当时觉得太可惜了 但是我又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幸运到就是今天能让我感受到 你决定离开舞台那一刹那让我看到 谢谢 有多少人没有看到刚才那个场面 真的是觉得给你居一躬 我们有机会有缘再一次合作 哇 太感谢 太感谢 这个给人娱乐三生有幸 在乐坛这么多年了 真的也是个奇迹 受到很多同行的大家的帮助 跟给我的一些指教 还有乐迷朋友们 给我的一些厚爱跟支持 使我这一生都觉得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满足 今天唱的这个歌 好像是个ending 所以给人的感触特别的多 佳哥 鼓勇好感谢 佳哥 鼓勇好感谢 谢谢 谢谢 在这么一档这么好的节目中 很多年轻一代的歌手 我有这个机会都认识你们 这个两个世代不同的交流 让我深深地感觉到你们的潜力 所以是挺有意思的 我的收获也是挺丰富的 尤其也能跟嘎子 从头到尾的这个合作 刚刚这个歌又很棒的一个契合 我觉得今天晚上 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页 真是 包含我全情的投入 在这首歌里 我希望是特别美好的夜晚 夜晚的音乐 谢谢 谢谢 如果在每一个夜晚 有美好的音乐陪伴我们说晚安 人生真的很幸福 遇到你们是我们的幸福 谢谢 谢谢 我的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